弟兄姐妹让我们给我们的敬拜赞美团 荣美丝工的团队 一个热热的掌声来鼓励他们 哈利路亚 是的每个礼拜能够来到教会 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是上帝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平安 还有喜乐的来到这里 阿们 所以感谢上帝 今天你们选择来到上帝的殿中 你是有福的 跟你隔壁说你是有福的 再告诉他说 耶稣很爱你 再跟他说很高兴看到你 因为很多教会的祷告会 的人数是非常地少的 少得可怕 但是救主堂的祷告会 就不是这样 弟兄和姐妹都知道说 祷告会的时候 我们更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Amen 给自己一个鼓掌 我以你们为荣 上个礼拜四才在教区的华文教会 分享各堂会的事工和服事 那轮到我的时候 我就能够鼓励他们说 真的我们不要以为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这样过 一年一年这样过 守住传统 那么教会就无法复兴了 而我们要看到上帝 更喜悦他的儿女 每一个都是基督的精兵 Amen 所以你刚才看到 我们收奉献的这个pattern 你如果有去到非洲 看他们非洲教会 收奉献的时候 他们是跳出来 用舞蹈跳出来给奉献的 但是救主堂 我们的奉献也不会输给他们 我们是真的带着这首 非常有盼望的诗歌 上帝提醒我们 活着的目的 就是要得着这个尘世 为基督得着这个尘世 Amen 所以我们给的奉献 不管是多少 我们都是为了每一条灵魂 而所奉献的 Amen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气氛 我们有这样的一首歌 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Amen 感谢主 今天是我们三月份的 MRD的进食祷告主日 那么刚才来到教会的时候 有一些没有穿我们这个 十二祝福的T恤的 他就跟我道歉 说 牧师对不起 我忘记了 所以我就说 这样的话 可能要想一个办法 来帮助你们记得 我们过去是说 你买了这条T恤 那么我们定下什么日子呢 你们就穿来 然后呢 特别是MRD的主日呢 我们就穿着 来聚会 来聚会 那么为了帮助你 不会忘记 因为要记得 什么日子 穿什么衣服 有的时候很头痛 所以我想 好不好 就每个礼拜 你都穿来 每个礼拜穿来 跟哥别说 每个礼拜穿来 昨天我是跟广佛这样说 那么今天我在想的时候 每个礼拜穿来 我们都是自己人 没有用 没有人会拍你的金 说你这个十二祝福是什么 我想你每一天都穿 好不好 我帮助你解决 你每一天不懂要穿什么 特别是姐妹 打开你的衣橱 哇 看到这么多的衣服 不懂要穿什么 所以你每天都 都穿这条 去做工 去巴萨 然后有机会给人 给那些 觉得很奇怪 因为你穿这个十二祝福 到底是什么 那么你就可以 跟他分享这个祝福了 好不好 好不好 那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不知道吗 我说 我知道你在想 牧师我买了一条 已经给你面子了 你还要我每一天穿 那你给我面子 就给到底吧 那么今天 为了要让你每一天都能够穿 今天你到服务台 去订购 你需要多少件 可能你买十二件 穿到年底 这个是为了什么 我们是要让你有更多的机会 为主接触灵魂的果子 所以你穿上这件 十二祝福的T恤 你就有机会 很勇敢地把 这个祝福传开了 所以我想 今天你会后 你都可以去 订这个T恤 我不知道 如果数量少的话 那个价钱就 跟上一次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明天会再问 这个公司 看它 我们如果订两百条 一条是多少 或者三百 我们上次是印了八百条 才有十二块 所以你先不要管多少 为了传福音 一定要付一点点的代价 可以吗 可以吗 所以这个计划好不好 上帝一直地给我们 有这种的创新 同时也帮助我们 怎样更积极地去传福音 所以我相信 你不是应酬我 因为将来得降赏的是你 那么我们一起 勇敢地来做 那么 你还记得 吴牧师 每一次 他在新春的时候 跟我们分享的 那个新春的 什么 十六天 过年的十六天 吹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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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到爸 吹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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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湯价 因为吹一杀 他们 拜拜 所以 拜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吹一杀 五湯价 还是吃到爸 吹一杀 十二呢 十二呢 那今天是 什么日子 华人的 十七啦 昨天是十六 十六 十六 就是说 已经烧动了 过年已经过了 今天已经进入 十七了 那我在想 当然 华人 都是用 这十六天来过年 你帮我问 你的哥陛下 你是属什么 你属什么 华人说 今年是属什么 属狗 去年是什么 属鸡 今年是属什么 属狗 然后你是属什么 是属什么 不管 每一年都 有一只动物 在代表 那一年 不要忘记 你是谁 你是属基督 所以 有人问我 牧师 今年属狗年 教会 可以不可以 有 拓狗所 教会有 拓儿所 拓劳所 有没有个 拓狗所 我说 不管今年是狗年 是猪年 教会是给属基督来的 所以教会是 给基督徒来的 不是给狗来的 给猪来的 那 今年如果是狗年 你特地去买了一只狗 把它留在家里 好不好 多少 你有养狗的 不好意思 你可能在期待说 如果教会 有一个地方 可以把你的狗 带来 然后你把它 放在那边 然后来聚会 那么你就 很高兴 但是教会 不允许 不允许我们 我们有停车场 给你停车 但是教会 没有一个停狗场 我们是 要让 弟兄和姐妹 知道说 我们属基督徒的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要 把我们的生命 来献上 来服侍我们的神 所以我说 昨天是 十六 今天是十七 那上帝就用 这两个日期来 告诉我 现在我们也进入了 阳历的三月 阳历的三月 而且这个月 也是纪念 耶稣受难的日子 所以我在看 这些日期的时候 上帝今天早上 就叫我去看 一处的经文 在约翰福音的三章 十六和十七节 当我们刚刚过完 我们的农历新年之后 上帝要更提醒我们 这个日子 是为了什么而有的 那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 我们都会背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就停在那边 十七节 又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读 好不好 大声地来读 这两节 很重要的经文 表达上帝 对我们人类的大爱 一二三来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 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 因他得救 这就是上帝的心意 拆遣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上 这是上帝的大爱 这也是上帝救赎的计划 让我们如何地为他活 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的人生的目标 就是以这两节的经文而活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你会发现 接下来在今年里面 我们所主办的任何的聚会 特会 甚至把你们带出去 都是为了要传主的福音 因为主的快来尽了 在教会以外 还有许多还不认识耶稣的 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的 在等着你和我 去把这个好消息来传开 十七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因为神猜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降世 这个是两千年前的事了 为了什么呢 是不要定世人的罪 上帝不是要定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Amen Amen 所以求主给我们 也有这样的看见 也有这样的领受 而我们活着 到底你是为什么而活 我们属基督的 我们更加地要 把基督传扬开 所以感恩在上个月 二月份呢 我们也有好几场的布道会 那么透过弟兄和姐妹的祷告呢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透过这几场的布道会 上帝在我们的当中 所施行的拯救 那么第一个是我们 在二月七号 我们一个月一次的 全能健康 以心灵排毒的讲座呢 感谢主 上个月我们突破了 出席人数 一百二十位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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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当天呢 也有四个人 信了耶稣 Amen Amen 那这个月呢 我们也是在七号 来临的拜三举行 那欢迎弟兄和姐妹 你也能够出席 然后也邀请 那些生病的人也来 我们知道上帝要借助 这样的 这个讲座呢 让来的人 也能够经历神的爱 也能够信靠耶稣 也能够经历他们的神迹 Amen 我们广福的聚会 也举办了一场的 广福新春捞鱼生的布道会 那么非常感恩 我们这一次呢 有摆了五十座 等于五百人出席 那这一次呢 在呼召的时候 有七个人 勇敢地出来 信耶稣基督 好不好 把荣耀掌声 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那些有参加的 有邀请你的 亲戚朋友来的 可能当天他都没有 出来信耶稣 不等于他不会 而你要继续为他祷告 继续地联络他 邀请他来参加其他的聚会 那透过河海山牧师 在主日25号呢 我们在这里主办了这个 生命见证的分享会呢 上个礼拜我们有 474位的人数来参加 把荣耀掌声 归给我们上帝 那当天呢 我们有七个人 信了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好不好 然后掌声更热烈 这七条灵魂 加上广乎的七条灵魂 只有14条灵魂的 每一条灵魂都是很宝贵的 我们感恩 然后呢 天国儿童呢 他们在楼上 也有一场的 这个红包 生日party 也是一场的布道会 有57个小朋友出席 然后新人有8人 信主的呢 有10个人 Amen 10个小孩子呢 信了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 不懂得 上帝的数学 跟我们的是怎么样算的 8个新人出席 有10个小孩子信主 那你问我是怎么 我也不懂啊 那么我们 看到广福有500人 华文堂有474人 两场的布道会 7个信主 7个信主 那么儿童呢 新人有8个人 信主都有10个人 超过我们 广福和华文堂的布道会 你说到底这个是怎么算 我也不懂 我只知道说 你等到一个人 年纪越来越大呢 他要信主的机会 就越来越低啊 因为他已经有很多 那些生根地骨的观念 拒绝基督的那种观念 那么你要 继续地为他祷告 但是儿童的呢 他们就 很单纯 你告诉他 什么是永生 你告诉他 将来你要不要去天堂 他什么都要 所以我想 我们下个月 还是有这个 红包生日party呢 我们弟兄姐妹 当你穿着这条T恤出去的时候 你也祷告 让小孩子 来拍拍你的肩膀 狗狗啊 uncle啊 那个蛇祝福是什么 可以吗 可以吗 因为小孩子 也是需要福音啊 小孩子也需要听到 耶稣 爱你 所以我们感恩 这几场的布道会 我们继续地祷告 继续地相信 那些来的人呢 会 把生命交给耶稣基督 Amen 那么我 这两个月都 在这里 要把这个 五星教会 还有五星的 教会的这个心态 跟弟兄姐妹分享 那么 我已经讲了 两种的心态 第一个 就是谈到 顺心 就是我们要建立 这个得胜 荣耀 的教会呢 我们都要 有一颗顺服的心 顺服上帝 顺服上帝的 仆人 顺服 上帝的领袖 让我们一起来建立 上帝 喜悦的教会 那在顺心这一块呢 在龙历新年前呢 我就 推动 弟兄姐妹 记得在 新春的时候 穿上 你们的 这个蛇 祝福的T恤 然后去拜年 那借着这样的机会呢 让你的亲戚朋友 也能够 认识耶稣 那么 感谢属 我先以身作则 我去 跟我的家人拜您的时候 我就穿着这个蛇祝福 然后呢 我的同工文豪呢 他也一样的 他也穿着这个蛇祝福呢 去到他的家人 亲戚朋友 去拜您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我也收到 其他的弟兄姐妹 也如此做 你们真的是 有个 顺服的心 不再说 哎呀 我不习惯 我不喜欢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上了 二者的 这个 谎言的 我们要为耶稣而做 我们不要 为耶稣的福音而害羞 我们愿意 疯狂地来爱主 疯狂地来 传主的福音 那你如果在每一天 或者在接下来日子 你都有这个机会 穿上这个蛇祝福的 T恤 去传福音的话呢 把它拍下来 然后传给我 我在这里要鼓励 弟兄和姐妹 让你们知道说 我们要做一个 顺心的基督徒呢 好让更多的人 能够听到 这个好消息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看到我们的 麦新辉弟兄啊 他八十多岁了 他还在麦当劳做工 但是他不放过 他来麦当劳的 这些的同事啊 或者来 买汉堡包的 这些的顾客 你看他都 穿上了这个 蛇祝福的T恤 同时呢 也把蛇祝福 跟他们分享 那么我也收到 一位姐妹 我们的领袖 喜秋啊 他在写他的见证的时候 他告诉我 其实当我在这里 推动说 我们要去订购 这个T恤的时候 他很抗拒 他很不喜欢 但是最后 他还是顺服了 他买了之后呢 他在新春的时候 他就真的穿上 这个蛇祝福的T恤 他就去跟他的家人 亲戚拜年的时候 你就看到他 很积极地 把这个蛇祝福呢 跟他们的亲戚朋友分享 所以他不是带 跟一个人分享 他跟每一个 他的亲戚朋友呢 都分享这个蛇祝福 所以这个是很感恩的 希望你透过 这几个人的见证呢 你也能够加入 这样的一个 传福音的团队 我们相信上帝 要使用你 去把福音传开 Amen Amen 因为我们要赢得这层次 我们需要圣灵的恩高 圣灵的恩高 他的能力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从本地 到你的地级 去为主 做美好的见证 所以求主 继续地带领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才年头 才过了两个月 那么你不可以搬借 你跟哥平说 不可以搬借 要继续越做越勇敢 那么第二个心 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的 就是热心 一起说热心 一个顺服的心还不够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是凭感觉 凭情绪 今天情绪好的时候 我就多顺服一点 那明天 可能你的大姨妈来了 或者你的大姑姑来了 情绪就不好了 明天就不顺服了 那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福音就很难 透过你能够传开 所以我们不但要有顺心 我们还需要热心 而这个要求不是 我说的 我说的 你可以不听 但是如果这句话 是耶稣说的话 那你和我就不能够说 我考虑看看 因为耶稣基督在 这个启示录的三章 十九节 他跟老底家教会 的弟兄姐妹说 所以你要什么 三个字 你要什么 你要发热心 你要为主大发热心 你要为福音大发热心 因为 耶稣基督看到 老底家教会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富足了 他们发财了 他们就不需要在 耶稣在他们的生命中 耶稣看到他们的贫穷 他们的可怜 他们的困苦 他们的侧身 所以今天你和我 不要因为信了主 一年两年三年后 你对主的那种的热心和爱心 越来越少了 少到什么地步呢 少到像老底家教会一样 不忍不热 成为一个不忍不热的基督徒 耶稣说 我就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来 这是很可怕的 耶稣在这里用爱来跟我们说 所以你们要发热心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 他说 要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侍奉主 常常服侍主 这是使徒保罗 更直接地 骂当时罗马的教会 有基督徒 他们不殷勤地做主公 反而偷懒了 反而给了自己很多的借口 保罗这样的写信给他们 是要保护他们 不要有一天 他们被主 从他的口中吐出来 因为这样下去的话 就成为一个不忍不热的基督徒 那么你就每天过着一个失败的生命 耶稣要我们天天得胜 祂要我们心里火热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透过小组来牧养你 来帮助灵命的成长 灵命越来越火热 那有的时候 可能我的领袖 我的同工会更严格地来要求你 你这样下去是不可能 不可以的 你一定要好好的每天 做灵修 祷告 侍奉主传福音 这是从主那里给我们的提醒 所以一个火热 心里火热的基督徒 他就会常常服侍主 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说 今天你只是来教会做做礼拜 你也不传福音 也不服侍主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提醒 一个预兆说 你已经走到快要不冷不热了 这样是很危险的 耶稣基督对老底家教会 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祝福 因为耶稣说 那些火热为主发热心的基督徒 将来 他们不但在地上 他们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他们将来 耶稣基督徒 要是他们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圣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般 阿们 要不要 要不要 将来你要坐在 耶稣的哪里 要坐在宝座上 与耶稣同坐的话 那么你现在就要 开始 醒悟过来 不要再 只是给我面子应酬而已 因为将来你要坐在哪里 就决定你现在 要不要 开始为主发热心 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奖赏是何等的大 今天 耶稣基督不要 我们只是紧紧得救 他要我们也得胜 他也要我们得福 将来在他的面前得奖赏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生命 我们就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 我们所带领的羊 他们也是这样的火热的爱主的 所以求主给我们他的恩典 在年初上 我讲了这篇信息之后 前几天 我在跟我的同工 在分享 他有什么的领寿 他就回应了 这样的一个见证 这时候我要请小燕传道 来跟我们分享 他的这个领寿 关于热心的这件事 大家下午好 在追思礼拜里面 我很喜欢引用诗篇 九十篇十二节 摩西的导文里面的 其中的一句话呢 鼓励在场的每一个活人 这句经文呢 是在诗篇九十篇的第十二节 那你说 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 手算自己的日子 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勉励呢 活着的人不要只知道过日子 要懂得呢 用什么样的态度把日子过好 过得充实 那么在大前天呢 我去见牧师的时候呢 牧师就问我一个问题 对于过去的一年 我有一些什么的领寿 那么回想过去一年呢 是需要时间的 那我说呢 我马上就跟你分享 进入2018年的时候 我有的两个最新的 那个的突破和领寿 那么第一个呢 我就留在下一次 我讲到的时候才分享 那么我跟牧师分享的是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第二个的突破 那这个突破呢 是上个月听了牧师的 到他的那个中心的 那个信息讲的是热心 那么分享中呢 如果你还记得 就是牧师其中的 一张的那个PowerPoint呢 是列出了十个的那个测试题 列出基督徒不冷不热的 十个的征兆 那么他说呢 如果拥有这些心态 拥有这一个状态的人呢 就代表呢 你已经不冷不热了 那么在那十个的测试题里面呢 我发现了我自己 年躺了三四枪 那么之后呢 我就回去的时候 我就反思了 我信主三十年 全自服侍呢 二十多年 那么现在的时间呢 过得特别的快 不只是老人觉得快 年轻人也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那么很快呢 再过七八年呢 我就要从这个全自的 事奉中呢 退休了 如果我一直是保持在 这一个的职业 或者说专业里面的话 那么我想呢 我跟任何一个在职场上的人呢 是没有分别的 那只能呢 称得上是称职 谈不上卓越 我是一个讲道的人 那么设定一个主题呢 真的不是一个很容易 或者是能够凭空想象出来的事情 那个需要安静 需要祷告 需要等候 所以呢 我告诉自己 我有理由相信 既然神 启示牧师 要带领 救主堂 要带领我们整个教会 进入得胜跟突破的 那一个的 这一两年的里面 我就要相信呢 这个也是神呢 所要给予我的 那个的祝福跟带领 如果这个时候的我 不抓住神的 这个的应许 不抓住神 要给我的 这个的祝福 要认真的去对待呢 接下来的 那个的日子的话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我相信 我有这样的领悟 是神使我就在我的里面呢 再做一个的工作 就是使我要再一次的炉火 被眺望起来 神要恢复我走向 初心的时候的 那一股的热心 我相信好戏应该还在后头了 这样开始的励志 有这样的一个的例子呢 是我呢 不想人在以后的时候 讲起小燕 记得小燕的时候呢 只记得他的职业 跟他的那个的称职 我希望我起码 能够留在人的心里面 有几颗的星星 那个就是对上帝的信心 跟随主的专心 对领袖有顺服的心 对人有诚心 有爱心 对侍奉呢 有忠心和热心 那今天我分享自己的领受 希望不只是我一个人 而是呢 越来越多和我一样 信主信久了 服侍主也服侍 很久了也陷入 或者曾经陷入在这个信仰 和侍奉的那个冷淡 和麻木的 危机里面的基督徒 我也希望呢 就是像我一样 拒绝抗拒 做一个老油条 就是信主久了 或者是服侍久了 就我们在这两年的里面 真的是在神的里面 就是被主提醒的时候呢 要有那个的回应 我们一起的来经历 突破跟得胜 Amen 谢谢大家 我不知道年初三 有来的弟兄姐妹 有多少位 年初三有来的弟兄姐妹 举手一下 好 那我想 那一天的信息 如果你想要再听的话 你可以上网去听 但是 重点是说 我们既然知道说 今天你自己摸你的心 到底你是热的还是冷的 那么可能现在的冷气比较冷 所以你觉得很冷 但是不是以这个来衡量的 而重点就是说 你今天跟耶稣的关系 是不是只有一个礼拜来教会一次 那么才有读圣经 还是你每天都是大量的读圣经 每天都是祷告 每天都是能够找机会传福音 这样才能够是一个为主大发热心的人 那么你如果是久久才一次 那有的时候 因为有其他的活动或者节目 就使你请假了 那这样的话就不算 不算是热心 因为你要把主放在地的基督徒 才是为主发大热心 所以我们知道了 主对我们的要求之后 那么我们也知道 我们现在属灵的状况是怎么样 主给我们一个机会 说我们要悔改 我们从今天要知道说 主给那些为他发热心的人 将来的赏识是何等的大的时候呢 那你一定会问 那我怎么样才能够保持我 具须的为主大发热心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要告诉你 我巴不得我们所有的救主堂的弟兄和姐妹 从今天开始 你做了一个决定 说主啊 求你帮助我 让我们一起为主大发热心 阿们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靠着主 我为主大发热心 过一个得胜 一个突破 一个传福音 的基督徒 我求主的圣灵 天天的充满我 圣灵的火燃烧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不是来教会才有的 而是每一天 你起床的时候 你就要请圣灵啊 你大大的充满我 恩高我 复兴我 让我这一天是为你而活的 阿们 所以我们要用这种诗歌 来向主来回应 说圣灵啊 圣灵的火 求你来充满我 充满在这里 我们既然这里的座位都是红色的 你也穿上红色的衣服 我们现在要加上 圣灵火在你的身上的时候 会带来什么呢 带来圣灵的恩高 圣灵的复兴 圣灵的转化 在我们的生命中 阿们 有了顺服的心 有了热心 现在要跟大家分享 第三个心 叫做同心 一起说同心 再变同心 因为教会不是由一个人 主制的 教会是由我们弟兄和姐妹 所成为的 所以要我们的教会 大大的复兴 经历上帝的神迹 我们需要弟兄和姐妹 跟着我一起同心的 来建造这个教会 建造一个五星级的教会 阿们 阿们 不是单单五星级的教堂 外观很漂亮 而更重要的是 教会就是你 我们要有这个 五星级的心态 除了顺心之外 我们要热心 今天跟你分享 第三个心 就是同心 我们要在哪一方面的 同心呢 这里 耶稣基督在 马太福音十八章 十八到二十节 告诉我们 救主堂的弟兄和姐妹 我们要建造一个 五星级的教会 我们需要同心 和意的祷告 一起说 同心和意祷告 再一遍 同心和意祷告 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十八章 十八到二十节 一二三来 我是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 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和意地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那里 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阿们 这段的经文 耶稣告诉我们 同心和意的祷告 带来三大祝福 要不要 同心和意祷告 耶稣说 要给我们三大的祝福 第一个祝福 十八节告诉我们 耶稣要给我们属灵的全病 一起说属灵全病 耶稣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耶稣基督 在跟门徒说的时候 祂提到说 我是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祂不是告诉一个人 你们就代表说 我们必须要同心 一起的来祷告 因为在祷告里头 耶稣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全病 叫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地上那些罪恶 那些邪恶的 我们都要一起奉耶稣的圣明 把祂捆绑了 因为当我们在地上捆绑的时候 天上也捆绑 那你在地上 你要释放的 你要释放主耶稣的平安 主耶稣的得胜 主耶稣的喜乐 那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全病 我们一起来释放 主所给我们的这个全病 这是第一个祝福 我们不是靠私利 不是靠才能 我们是靠万君耶和华的灵 我们一起在地上 同心和意的祷告 就带来这样的祝福 阿们 阿们 所以你在工作上 在你的家庭上 你看到有很多的事情 你都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人 一直在这个罪里面打转 或者你莫名其妙的 为什么每一次你要打开圣经 你就要睡觉 或者每一次要来教会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拦阻 那你要知道背后 有这个二者的作为 所以你要联络你的祖长 跟他分享 好让他能够一起为你祷告 好让你们一起能够捆绑 这个睡觉的灵 这个不幸的灵 这个骄傲的灵 这个固执的灵 都要从这个人的身上离开 然后你要释放 爱主的灵 释放圣灵 在祂的身上 所以这个是属灵征战里面 我们所要操灵的 因为 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个权柄 第二个祝福 在十九节 我们看到说 耶稣说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 喝意地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耶稣基督 要我们有属灵的同伴 祷告的同伴 因为我们有了这个 属灵的同伴的时候 我们最少能够在 一起同心喝意地祷告 而只要有两个人 那我们今天 坐在这里的有三四百人 不是更大的能力 来求告我们的神 而耶稣基督在这里说 当我们这样的 同心喝意地求祂的时候 祂说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这场属灵的征战 不是一个人在 单打独斗 我们需要 我们的属灵的同伴 一起跟我们的来征战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弟兄姐妹 你来教会 还不够 你要参加小组 因为在小组里面 你能够找到 你的属灵的同伴 那么能够跟你一起地祷告 彼此的关怀 因为我们要找 这种属灵的征战 我们不能够 单独地 我们需要有这种的 属灵的同伴 彼此地来服侍 彼此地来祷告 因为当我们这样 同心地祷告的时候 神必定会垂听 阿们 所以弟兄和姐妹 当你加入了小组的时候 今年我们特别 把小组分成 弟兄的小伙和姐妹的小组 的目的就是 要你们能够 更同心地 一起地来祷告 我知道一切的小组 已经开始这样的安排了 所以组长们 你在小组的时候 也帮助他们 让他们有 属灵祷告的同伴 每一天 为着教会祷告 为着需要祷告 为着教会的同工领袖 牧者来祷告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在打这场 属灵的征战 那出埃及 十七章 第八到 十七节 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他说 第八节 那时亚玛利人来到 菲律丁和 以色列人 争战 亚玛利人就是 代表魔鬼 魔鬼 每一天都在找 以色列人 来征战的 所以今天 你和我 没有选择 我们都在这场 属灵征战的里面 那摩西当时是怎么样 打这场属灵的征战呢 他就把 他的团队 组成 一批呢 是到前线去打仗 另外一批 是在山上 去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 摩西呢 他有了 这个属灵的策略 他说 耶稣啊 你为我们 选出人来 出去和亚玛利人 争战 明天我手里 要拿着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 于是耶稣而造作摩西 对他所说的话 行 和亚玛利人 争战 摩西 亚伦 与富尔 都上了山顶 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什么 得胜 何时举手 亚玛利人 就得胜 所以你看到 背后的这个祷告 是何等的重要 而且 你以为说 哇 摩西 很厉害 他把难的 去跟敌人打仗的 给耶稣去做 他很信仰 他就是散伤祷告 如果你有打过 手灵征战 你知道 祷告的这件事 还比你面对敌人的 这个征战 来得更困难 摩西 当时 已经 最少 已经一百岁了 还带着 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不是比他年纪更大 还有他的另外一个 属灵的同伴 户儿 三个人家才可能三百岁的老人家 还要爬到山上去祷告 你说容易吗 单单要到山上去祷告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你看到 摩西 祷告的时候 有的时候 他的手 也会 酸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需要 祷告的同伴 就是因为 有的时候 有软弱的时候 还有两个 属灵的同伴 来扶持着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这个属灵的征战 我们 必定是得胜 而且得胜有余的 阿们 所以不要看你 家中 你最近所发生的问题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让你找 一两个祷告的 同伴 同心的一起祷告 那么得胜 就在你眼前了 阿们 那第三方面 第三个祝福 在十八章二十节 因为 无论在那里 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 聚会 那里就有 我在他们中间 第三大祝福 就是属灵的同在 当你有两三个人 奉耶稣的名 聚会的时候 神就在我们当中 阿们 任何的聚会 任何的活动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是白做的 我们不是在搞一个 Gala OK的演唱会 在这里表演 这种的聚会 你可以去夜总会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每次的聚会 都要有神的同在 阿们 怎么样要有神的同在呢 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 只要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 这个是最基本的 耶稣不是要 限制我们的人数 但是 只要有两三个人 在小组里面 耶稣就与你同在 当你是奉祂的名 阿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 进入第三个心 我们同心 合意 祷告的时候 有这三大祝福 第一个祝福是什么 一起说 属灵的权柄 一起说 我有属灵的权柄 我有属灵的权柄 第二个祝福呢 属灵的什么 属灵的同伴 今天你来的救场 你有没有属灵的同伴 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我鼓励你 参加一个小组 在小组里面 你可以找到一个属灵的同伴 一起跟你守望 不要失去这个祝福 会后 你不知道你要去哪个小组 你找 找昆明传道 昆明传道很乐意 帮助你安排 因为在那里 你可以有属灵的同伴 跟你一起的 来走这条天路 第三个祝福呢 属灵的什么 属灵的同在 耶稣自己亲口说的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我就在他们的中间 所以我们 有信心 因为我们有主的同在 我们是占多数的 阿们 有主的同在 就是多数的了 跟你哥别说 不要惧怕 所以我们要建立 一个五星级的教会 一个荣耀基督的教会 我们除了要顺心 我们要热心 今天也把这个很重要的第三个星 叫做什么星 同星 我们一起 求主呢 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要来 来争战 让耶稣 我们的元帅 来带领我们 打这场 属灵的争战 要看到我们的突破 要看到我们的得胜 看到上帝荣耀在我们的当中 阿们 我们一起战利